你好 就是你們給我那個導航程式 開啟的時候好像會 沒有辦法正常開啟 沒有辦法正常開啟 這是 原廠給的那個扣 是正常的 等一下我再開一個 這是原廠給我的扣 這是正常的 這邊是正常的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有登錄進來,成功登錄 可是呢 剛剛給我的那個Call 是這個 C1LIB XYZ Sample 這個我點的話 這邊會產生像這樣子的問題 它會寫說 Stop and not work 對 可是我在那個 用CShop 2017 開這個 這個 Code的時候 它是 可以被 卡拍的成功的 對,沒有 error message 所以有可能是在 登錄的資訊 可能那邊 跟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版本不合 我猜的 好